OK,今天要更換一下這個插座 這個插座一看就有點年紀了 OK,那之前是 它打開之後呢 要關,關不回去 然後呢 奮戰過好幾次 它又正常了,不過應該 也快壞了 所以我們要將它換掉 好,那現在首先呢,我們要去將總電源 關掉 如果你不知道廚房的開關是哪一個的話,你可以關總電源 那你可以先這麼做 可以先關掉那個 如果你有延長線的話,你可以先把這個線全部關掉 OK,那現在都沒電了 好的,那我下面延長線已經關掉了,我來關一下客廳的電源 它廚房那一站 應該是客廳的,我把它關掉看看 也不是 那應該是 廁所的 OK OK 廁所就簡單了,廁所我因為沒接什麼設備,我們就直接關 欸,沒錯 關掉了,沒電了 OK 沒燈了 現在將廁所關掉 OK,那我廚房 也是關掉啦,比較安全啦 看一下這個開關是在上面,然後那個燈已經沒有了 所以那個燈 電源我們已經關正確了 那現在呢,我們就來開始施工,把它一致 打開 好 把它拾一次 OK 安全起見呢,雖然我們知道 電源被關掉了,我們可以拿驗電筆 看一下 OK 沒電 沒電 驗電筆 驗確定沒電 如果你不放心的話呢 如果不放心的話呢 再拿另外一種驗電筆 不過應該是沒電啦 Alright 這個當然不會有電,因為它捲皮 去掉了 所以呢 這個我們如果取下來呢 就這邊有一個 壓 然後呢 基本上小心一點 OK 我們在換的時候就是 一個 就是對照的換比較安全一點 OK 就要下去 要下去 好 好起來 好 我們再驗一下有沒有電 OK 確定沒電 所以你手可以摸 但是我不想摸 就這樣子 好,那我們拿一個新的開關來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比對 這個在上面 好,那就在上面 OK 記住這個在上面 好 那我們一對一做 更換 是最安全的 不管他原來 水電師傅怎麼接 也許他 隨便亂接 但你照他的方式 原本的 去做的話 至少會比較安全 因為 基本上呢 這個開關是很單純的 他就是一個火線 然後 另外一條線 其實也是對燈的火線 那我們 水電叫做控制線 那現在很單純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插回去 OK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推出來 OK,插進去 好 冰箱頂著 拔出來 好 那我們再將 這一個 剛手摸到了 不過應該是沒電 OK Alright 然後呢 我們再將這一個 踏進來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去把 燈打開 好 那基本上就這樣子了 我去打開這個開關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將廁所的燈源打開 看一下 他 工作這麼正常 我們把它打開 OK 好 插座就很簡單的維修 就是這樣就換好了 那我們再把框架裝回來 OK 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我裝的時候啊 是先 將這個 先裝這個插座 那這個 鐵架沒有裝上去 那 因為這個鐵架 它塞的時候 比較不好塞 如果是塑膠的話 就沒有插 那因為 我是先裝這個 再 裝這個的話 沒有辦法組裝 所以 之後呢 我將這一個 插座裝到那個 鐵框裡面 我們再鎖回去 比較OK 那如果說你這種 塑膠插座的話 就 很好 處理 OK 那是剛剛一點小缺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要裝回去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鎖回去的時候 這個線可以整理一下 你可以折一下 那這原本就已經折好了 OK 那我們要避免就是說 你鎖螺絲的時候呢 千萬不可以鎖到你的線喔 你鎖到線的時候 就是直接短路去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裝回來了 裝一下 不要一次鎖死 我們先對個位 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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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回去 鎖回去 那我們可以再確認一下呢 我們可以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鎖到那個電線 好沒有 OK OK 線是單純的 單純的 那這個的 OK 可以看到螺絲是在 那邊是沒有鎖到的 好 那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去打開電源 打開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面燈會不會亮 OK 沒有任何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將這個殼子裝回去吧 就很單純啊 這應該沒有分什麼上下邊 好 那我們差錯更換 這樣子就好了 很簡單吧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開關 就是拔下來這個開關 那很單純的呢 它都是一個 OK 單切開關 我們看一下它的回路就很單純就是一條線的延伸而已 概念 好 那你看這個 基本上 已經是彈性疲乏了 金屬疲乏 OK 這是新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啊 後面其實新的它有說明就是說這是適用於 1.6跟 2.0的單行線 那 它當然不會給你用到 2.0 那這是1.6的 我們看一下 1.6 OK 1.6的單行線 那這邊是有個基本要求就是說你今天在撥線啊它的長度至少要到 我們看一下這個比較新看得到字 OK 至少要求到 然後 這個長度是 這個長度是 還有3 所以我們就很 放心的這樣插進去 這樣就好了 OK 插到底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接線啊 它的線如果說今天是有三條線的話那你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不曉得就是說它另外一條 是 火線對控制線另外一條如果是中心線或地線如果你今天接反的話就會馬上短路 那是很危險的 基本上ブレーカー會跳到那會不會冒火花我就不知道因為 因為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好 好 所以說呢基本上單切開關的 那個 更換就很單純 那我們可以量一下它的線路 好那我們量一下線路其實基本上可以用新的來量 把它打開來 我們切到歐姆檔 OK 那基本上呢就是 它這邊是 沒有接的狀態 那按到這邊就是有通 那我們按 接一下 好我們插進去 然後我們今天把它撥到 通 OK 那這樣就通了 那其實呢 這兩邊 是同 同電位的 就是同線路的 OK 那其實這樣子 也是通的 看到沒 OK 那基本上我們不要這樣接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